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012年已经升到军队中 官拜国防部长 权斗是否能显示 这是最简单的分析 习近平的人都要下马 但其实都可以是 你是我的人 你做不了东西 就要下马 你不要想着一定是习近平 不能被别人揍下去 大家要用多些角度 喂 你老母 我要你下马 下马 你卷陷阱给我 又或者 你的孩子 这么多口 很多东西都可以 不可以听话 不可以听话 搞到我现在想打也不行 因为你们有贪 其实是不是真的不能打呢 我不知道 台湾人这么困难 你问我 不贪 也不可以打 这是很客观的事实 我认为 我们讲回美国 今天我看到这些是 左派报纸的报道 民主党支持者 他们在拜登和川普的辩论的时候 据他们的报道 重新研点了民主党的支持者 对他的年龄 以及应对川普 不要说未来四年了 他现在81岁的能力 在加添担忧 他说 在这个 我没有看 答问这个辩论的时候 他说很多回答 都令人难以理解 说一下拜登 有些时候 他好像失去思路 真的被人点了一月 他甚至说 我们终于击败了医疗保险 we've beaten the medical insurance eventually 根据初步统计很快 民主党人说 在看这个辩论的前几分钟 他们感觉都困惑 他说 究竟怎么可以一个这样的人 租高到这样的人 出来去选 就是总统呢 而且他们 不得一 一片 不断问自己 究竟总统先生说过什么 实在太瘋了 也因为他的回答 令到特朗普 有全场不停的插话反击机会 是不是可以不断的 因为 好像关于移民的回答之后 特朗普 就是回应 其实最后我不知他说过什么 我也不认为他知道他自己说过什么 真是很糟糕 那些非法移民 800万 最少 有数的 有登记 没有数的 可能是过千万 民主党还想着给这些800万 一千万的人 有投票的资格 他不要说了 但是他说你不需要拿身份证明 那就是谁都投了票 那 我不知道一个国家 什麽人 我不知道你支持了还是有 是会支持一些这样的政策 是不是 你大爱包容 可以进来 喂 首先你男人的身份 我們要核实 首先就是基本 你不是的就要赶你走 喂 如果不是的 對其他 国家的朋友 好像香港人 很多人很难不值 那我们就去申请 不如你想想去韵 走线 如果你有买香机 就可以 现在不可以 麦西哥相 可以嗎 好了 那 已经有人收到短信 不知道是谁搞的 這可能是你自己做的 說是時候開放黨代表大會提名 但真的不夠時間 8月 你換得誰 婆錦麗 不是我想 又黑 又女人 又整天笑 但她不夠黑 奧巴馬也說她不夠黑 多久 奧巴馬她老婆 奧巴馬她老婆 這是《紐約郵報》 《Marinda Diffran》 今天的報導 綜合了最近在國會發生的事 國會找了前中央情報局 首席營運官 安德魯馬克里迪斯 上國會也跟調查員透露到 其實我們之前都說過了 那你說國會最後可以做到些什麼呢 你如果司法部門 堅決不肯做事 那你又真的沒辦法 是不是可以繼續這樣呢 好了 最主要是說 這是《紐約郵報》為什麼會再在這裡窮追猛打呢 因為其實在2020年 總統大選的時候 那時候踢爆 亨特拜登的電腦 就是紐約郵報了 然後就是被 民主黨的人說 紐約郵報是fake news 所以今天這段報導 他的題目就是 中央情報局 是 中央情報局 令到拜登 當上總統 而拜登當上總統 現在的情況 我覺得美國的民意 你們不要全相信民意 因為有很多真是囚蠻的支持者 甚至不敢表達自己是投過給特朗普 或者現在轉過給特朗普 所以現在他不斷升也好 也不能夠反映到真實情況 這一點 民主黨人都心肢同明 好了 他說如果那群人 根據他們後來事後的調查 原來他們那些選民說 如果他們知道 這些 Humber Biden的事情是真的的話 不用多 有十幾個巴仙是不會投給Joe Biden 就已經是你怎麼做買得做 在當年 所以他們 直接認為 紐約郵報今天 Winder 就直接認為 中情局 是盜竊了這個位置 首先搞清楚 中情局 我也不知道 後來你看看 FBI和中情局 那兩件事 中情局是CIA 基本上是不能夠干預任何國內的事情 原來 他只是用來做情報搜集 而且主要是海外 就是怕他們的權力越來越大 但是 我不知道 似乎是在二世世大大戰的時候 尖心時代 他們的權力就開始越來越膨脹 任何機構都是這樣 好了 現在你在 這個 偷竊了那個 總統大位之後 起碼發生了什麼事呢 烏克蘭 沃eration VERY turkey 愛 阿富汗 其實你可以算一下香港 warrant 以色列 邊境難民 很多事情 都消失不破 甚至乎因為那個 連鎖效應 可能連朝鮮半島都有危機 不好 主要是說 2020年 這個報告就說 前中央情報局 的 局長 哈斯佩爾是有份參與這個所謂的污租51人 根據這個 濟稻者安德魯馬克尼迪斯就說 就是 有一封信 叫做殺方的間諜 就是前中央情報局的局長 哈斯佩爾 就給他那封信 就是 這個代 當時有個代的 代中央情報局長 就說 喂 他們收到一個人 的情報 知道 亨特拜林那些是假的 那個人的情報是什麼呢 那個人是誰呢 布林肯 現在是國務卿 於是這個中央情報局 原來是假的 他就動員 令到中央情報局 多50個人 OK 就是這封信 說亨特拜登的筆記保刑電腦 是俄羅斯的虛假信息 是假的 昨天其實是誰呢 阿倉琦也有說過 好了 於是 通俄門 一時 就更加 實正了 就是俄羅斯想搞亨特拜登 為什麼 他跟 川普通俄的 那些是 fake news 亨特拜登沒有啊 沒有做這些東西啊 沒有大賓州啊 沒有啊 沒有電腦 那些是假的 OK 好了 他們還要屌實 這個 紐約郵報 說他們散發假消息 所以紐約郵報等了幾年了 現在是中央人上了國會了 有取消者 中央情報局首席 營運官 出來 做人證 他當然要帶書特書啦 大哥當天我拿出來打算帶大家爆 那時候應該是總統選舉前的 一兩星期 很近的 一個月左右 一個月左右 沒有東西啊 沒有連儀啊 蓋上去啊 蓋上去啊 你說還說你 fake news 是啊 喂 那時候還要是 Bang夠你的Facebook Bang Cut夠你的YouTube啊 你說就 那時候呢 講自由民主的KLA 不會這樣 當然啦 那時候 你還說 人家CN 是這麼說啊 啊 難道美國那些媒體流啊 就是流啊 如果你看過 好了 好了 這封聲稱筆記 保營電腦 具有所有俄羅斯情報行動的典型特徵的信件 是由當時拜登競選顧問 布林肯 即現任國務卿 在紐約郵報開始報導 阿肯特拜登的筆記 保電腦 5天 然後打電話給當時 中央情報局代理局局長 喂 做事啦 現在的事情全都出來了 現在的事情 我又想看那些 制製支持民主的 KOL說什麼 誰做當然不重要 但是你做到這些橫手 而你想想 原來CIA這樣做到 就令人想到 你去香港 就有這些事情 現在這個世界上 甚至包括香港 都受到很大影響 這件事我們之前說過的 但是我所說一涉及 去到中國就真的嚴重了 就是 美國 菲利普斯應該認同 美國飛魚鑽旗 以及四面 奧運金牌得主 施密特 一起出席美國眾議院的能源 商業監督 以及調查小組的聽證會 在說什麼呢 就是在說他們 說要呼籲世界反對這個 Warder Warder是什麼呢 世界反禁約組織 世界反禁約組織 反禁約當然是好事啦 但是現在是 有兩個美國選手 代表上的這個聽證會 希望大家反對這個Warder 為什麼呢 主要就是因為 奧運會 有20多個中國的 泳手 準備參加接下來的奧運會 而他們是在2021年 弱檢裏面呈陽性反應 OK 接著 Warder 就是世界反禁約組織 派了一些人 因為那時候疫情 OK 於是 他就 不能夠派人到中國 到現場查 OK 但是 中國報導 說那23個選手 沒有吃禁約 只不過 他們的廚房 染污了 所以他們 Warder就接受了 OK 昨天 以菲利普斯為首的奧運金牌 水怪啦 二十多面金牌都瘋了 一個人可以拿二十多面金牌都不知道是誰 以前是事不知的 荒謬到極 先不要說他們作為運動員 看著對手 怎樣 進步 是多不合 道理 這次這個定證會 是有叫Warder 代表你的 世界反禁約組織 不明白 而他們提出提問 Warder沒有回答 譬如說 你竟然會相信他 一隻只應該在禁約名單出售 出賣的藥 竟然會在廚房出現 為什麼 為什麼會在廚房出現 好了 你這次為什麼不來呢 而 這二十多個中國榮首是將會繼續參加 未來的 巴黎奧運 所以其實他們昨天還未出席這個定證會的時候 他們兩個都是前奧運選手 其實美國的奧運選手 已經是完全完全對這個Warder 這個世界反禁約組織 失去信心 他們說 是不是要重組另一個世界 那麼有組織呢 這個世界 這個 美國委員會 這次聽證會也有邀請Warder 派代表來 他們又誤來 誤來 不能回答 如果是這樣的話 運動員對這個組織沒有信任 我只能這樣說 其實真的很明顯 這件事 你有什麼 你是不是可以 為什麼會在廚房 在運動員的廚房裡面出現了呢 染污了呢 這麼奇怪 他說 世界反禁煮組織為什麼會相信呢 世界反禁煮組織的時候 因為我們 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那次疫情不去 這樣也行 昨天他們說如果情況 沒有改善美國就最厲害這一招了 但是有沒有用呢 我就覺得沒有用 因為有人可以給他 就說世界反禁煮組織 美國就會扣了 納罪人的錢 就是美國納罪人給美國的錢 因為每年他們會給400萬美金 這個關鍵 如果這樣就十人十歲 400萬美金 不過 當你沒有錢的時候 就400萬美金就很想多錢了 我很想期待 不是 美國 不給他 這樣就不會給到的 是吧 你給你400萬美金實在 很少 但是 我也是這樣說 沒有起錢上來的 400萬美金也是很多錢的 沒有起錢上來 是吧 你只是看 我們現在我們大約祖國 真的很困難 一帶一路都拍了幾萬億 起碼一兩萬億 我休息了 我也是這樣說 我可以給你一遍 我可以給你一遍